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近日去到陝西西安進行調研 到底他在當地發表了什麼重要信息呢? 主要是有兩點 首先他在陝西西安交通大學西遷博物館那裡 向師生發表談話的時候 兩道強調要發揚老毛時代的西遷精神 到底什麼是西遷精神呢? 其實就是1956年的時候 交通大學從上海遷往西安的過程當中 所生產出來的一種寶貴的精神財富 習近平說 當前疫情為中國帶來了機遇 大的歷史進步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災難之後 我們這個民族就是這樣 在艱難和困苦當中歷練成長起來了 哇!這一種說法簡直就是 和中共一直以來所宣傳的多難輕邦 甚至乎更早以前的億苦思甜 如出一切 都是說中國人面對著災難和苦困 都是不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中國總是能夠握緊發展的機遇 在災難過後 急速地回復過來 使得中國更加強大 這就是多難輕邦 多難輕邦就是胡溫的年代才出現 以前一直在說什麼? 就是億苦思甜 當我們面對著災難 當我們面對著三年自然災害 都不重要的 我們一起吃這個 億苦思甜飯 找那些爛菜 找那些米糠 煮一碟的東西 大家一起吃 就說那碟億苦思甜飯 越難吃的話 就越能夠達到億苦思甜的功效了 現在似乎就是有這種態勢了 第二個重大的信息就是什麼? 就是在陝西考察期間 還提及到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堅持和完善新時代風橋經驗 深化素黑除惡專項鬥爭 又是說鬥爭 到底什麼是風橋經驗? 其實就是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初 浙江省風橋這地方所創造的一種 發動群眾對階級敵人加強專政的經驗 其實就很清晰 就是要搬回老毛時代的階級鬥爭的方式 來治理現今中國 所以他強調的就是鬥爭 其實在多次的講話當中 習近平也是強調要鬥爭 尤其是要對於敵人的鬥爭 所以現在就要加強 這個完善和堅持新時代的風橋經驗 其實他今次走到西安進行條言 也是有他的戰略意義的 因為中國現時就是受到內外的交困 對內就是經濟發展 就是停滯不前 很多的經濟活動就要停擺 工人就失業 對外又怎樣呢 又要面對西方國家的追責和索賠 所以他就選擇在這個時候 前浪西安 其實就是有一些毛澤東的影子 毛澤東當時 一面臨到一些壓力的時候 他就會選擇南下南巡 一回到北京以後 他就會想到一個解決的辦法 到底現在又會不會想到一個解決的辦法出來呢 這就真是不知了 反正他強調的是什麼 就是風橋經驗 和西遷的精神 其實兩樣東西都是老無時代的產物 現在忽然間又說要搬出來用 到底能不能夠應用得到在現代的社會當中 我就真是很大的疑問了 接著就講一下這個彭博的預測 根據他們的最新調查顯示 隨著疫情全球大流行 導致各國停工停產 全球的需求就崩潰了 彭博社今個月就訪問了56名經濟學家 發現到他們對今年中國GDP增長率的預測中位數 就從3月時候的3.7% 跌到今個月的1.8% 即是說今個月的經濟學家 對於中國的經濟增長的預測 又再悲觀一跌 連寶爾也失敗 只有1.8% 根據中國官方的數字 2020年第一季的GDP 萎縮了6.8% 即是負6.8% 這次是1992年有紀錄以來首次錄得負增長 其實中國的所謂復工復產 就出現了一個嚴重的錯維 因為大家可以分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當中國爆發疫情的時候 全世界還未受到波及 只是中國本地受到影響 當時又說要所有工廠封了它 武漢又封城 過完年以後 大家就混在家裡的樹 不要出街了 總之盡量不要上班 所以就算當時仍然有訂單也好 根本上中國就沒有這個生產力 來應付得到的需求 這就是第一階段 所以當時領導人就相當急 急一件事就是要復工復產 好了 去到第二個階段又怎樣呢 就是中國的疫情慢慢上到頂峰 同時之間各地也開始慢慢爆發疫情 在這個時候 中國也是很急於要復工復產 甚至乎曾經想過很多的辦法 又說要監督那些工廠 到底它有沒有真正是投產 當時鬧出了很多笑話 包括要求那些廠商 到底怎樣檢查你有沒有生產 就看看你的用電量 那時候就是第二個階段 當時外國都未曾大規模取消訂單 好了 去到第三個階段 就是目前這一刻 就是全球大流行之餘 外國人都要在家工作 都不能亂出街 要保持社交距離 那些外國的買家當然會大規模取消訂單 人家都封城 還買那麼多產品過去替死嗎 有很多中國的廠商是頂不住的 但有更多的是借商成毒 藉著這次的機會 索性將廠房遷移到其他東南亞國家 因為人家的成本便宜很多 尤其是越南和柬埔寨 另外以美國和日本為首這兩個國家 他們就用政策的誘因來吸引廠商 回到本國的生產 包括大灑金錢 提供稅務優惠等等 因為經過這次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以後 大家都發覺如果這樣來搞全球化的話 過度依賴中國的話就不行了 有些醫療物資或其他人認為是關鍵的物資 其實就當作戰略物資處理 所以將會有一些廠房 就是會回到美國和日本生產 當然不是全部 比如說汽車工廠 有些不聽特朗普說 繼續在大陸那處生產 但有些廠房肯定會從中國搬回本國 所以只會使中國經濟更加雪上加霜 目前中國政府仍然未定出今年經濟增長的目標 平時說要補多少補多少 今年還未說 到底中國經濟復甦是取決於什麼因素呢 全球大流行疫症幾時減退 就是相當決定性 若然去到五六月的時候 根本上全球都開始緩和 那些訂單自然就會回來 對於中國來說就是回血劍 這就是回血劍 如果去到五六月的時候 仍然未成功 還在拖拖拉拉 膠著狀態 對於中國來說就很嚴重 因為中國工廠根本上沒有本事 沒有能耐頂這麼長時間 只會出現大規模的倒閉潮 那就大劑了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就是南半球的疫情會不會因為轉季 而會變得更加之差呢 若然會的話 這也是很嚴重的 因為就會使得疫情斷不了尾 當北半球再轉回到冬季的時候 又再惡劣 中國目前在台灣和香港 搞很多的動作 挑起了很多議題 其實他在搞什麼呢 除了轉移國內民眾的視線以外 其實中國還在做一件事 就是所謂Trial and Error 他就通過這系列的事件當中 測試一下到底美國的反應會如何 以及美國的底線會去到哪裡 比如說中國派出遼寧艦的航母編隊 去到南海巡遊 去進行訓練等等 當遼寧艦由南往北 即是經過台灣的外海 回到北邊的時候 美國又再出手 美國又派出了一隻神盾級的驅逐艦 沿著台海中線從北往南走過 對付台灣用軍事上的威嚇 對付香港又怎樣呢 就是對於民主和自由的打壓 其實他也是在測試一件事 就是到底你美國的底線是去到哪裡 到底你美國會不會真的啟動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當中的制裁機制 會不會檢視一下 這個香港政策法當中 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若然是不會的 他便更加事無忌憚 若然是會的 他可能會退一退都不頂 上屆區議會選舉 已經是一個最好的展示 當時 本來有些人連村長都選不到 比如說朱凱迪這樣 就說他違反了什麼什麼 就要將他DQ 但是後來區議會都能夠入閘 所以美國是有反應的話 中國便可能會退一退 反正到最後為止 其實他就是沒有什麼好輸 一旦有什麼失誤的時候 他絕對是可以把所有的責任 把所有的責任都放進去 那個所謂兩辦那裡 就說這些不是北京的旨意 就是他們自己搞的 所以他絕對是一個回旋的空間 當然中國也是有機會會站硬的 至於他的反應是怎樣 其實也是取決於到底美國的反應是怎樣的 所以我認為這一系列的事件 其實都是child and error 的一部分 好了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